黑色轎车自撞围墙 回一驾驶立刻逃跑 几名远警赶紧下车追响去 没几秒就把人压制在地 车上还有一名女子全身伤 坐在副驾驶座 其他远警对着车内东翻西找 果然搜出安非他命 难怪驾驶要跑给警察追 就从后面那边就开始撞了 路口那边就这台车被撞了 然后就一路这样撞过来 一路撞然后撞到那边去 沿路飙车逃逸 路边好几辆车都被擦撞受损 住户听到好几声巨响赶紧出门查看 事发在台北市大同区 这辆车的车主因为诈欺案被警方注记 警方15号凌晨在分局门口发现这辆车 准备拦查时驾驶竟然加速逃逸 沿路跑了2.3公里 最后自撞才停下来 开车的44岁成姓男子不是车主 但也是名毒品通气犯 丽姓女友则是坐在副驾驶座 后座一名乘客则是在车辆自撞后 直接逃跑 警方还在持续追气 但这人到底是谁 驾驶不肯透露 警方调查车主和驾驶 以及女友都是桃园人 大半夜开车到台北 疑似是为了买毒 没想到路不熟 开到分局门口 被远警拦查 自投罗网 TVBS新闻刘一鸣正胜为郭颖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